高光修容直接一步到位 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千万不要买 叫什么自行出来才15块钱 哈喽大家好 这是简简 今天这期视频呢 是学生档全套的平价彩妆合集 而且全程绿色五广 你们可以放心观看 妆最近不是快开学了吗 特意精挑细选了一批平价彩妆 选择里面性价比高 价格不贵 实用感又好的 当然我在挑选试用的时候呢 也采到了很多雷品 还是那种销量很高的网红产品 顺便跟你们聊一聊 可以帮你们避雷拔草 建议学生档都可以来收藏一下 均价15 全套200 错过 骤斩的错过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 底妆之前的遮瑕部分 菊朵得心的遮瑕液 还有这里面的遮瑕盘 个人来讲最推荐的话是 这个得心的遮瑕液 先给你们上个脸看一下 因为我是混人 品牌用起来没有很干 新购过的遮瑕刷 也是不到10块钱 之前用的是这两款的遮瑕刷 我个人觉得呢 如果你的瑕疵面积很大的话 我还是推荐这个 把它刷开 刷开这个菊朵 这两款遮瑕液呢 基本上把我的痘印 遮住了大概有八九成 如果你本身是干皮的话 我更推荐你用这个菊朵的遮瑕液 如果你是油痘肌 就是痘印比较深 不是很好遮的话 更推荐你用这个得心的 最后来讲一下这个中单的遮瑕盘 包装什么的还是很可爱的 遮瑕效果呢还可以 这个痘印遮住了 这一盘呢是钻往来遮痘印的 这边的痘印会更深一些 最多呢遮到这样 它的缺点呢就是 掉妆比较快于脱妆 如果你是干皮能做好定妆 不太爱脱妆的话 我觉得买它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底妆呢我用挑了四款来跟你们讲一下 这里面单价最高的呢 是个皮埃的负粉底液 周围的朋友都觉得它很好用 预计算允许的话呢 可以去优先考虑这个皮埃负粉底液 缺点呢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取粉设计不是特别的卫生 遮瑕力一般 就是不假面不假白 第二个推荐的是这个 面影丝亭的蓝盾粉底 它价格就会低很多嘛 流动性也很强 遮瑕力也很高 但是呢就是上演之后 会有一点假面的感觉 所以低型的这个粉扑也是不到 十块钱一个很好用 还可以再去配一个这样的透明盒 这个蓝盾我就近期很爱用 还有呢就是这个 德国的24小时的小滴管 和这个慕斯的粉膏 就像这样的慕斯 然后油开就化了 这个是我姐妹推荐给我 它是油皮 用它就是很好用 越出油越好看 但是我的话还是有点干 而且色号有点黄 不太适合我 这个小滴管也是 流动性很强 而且遮瑕力也不错 色号有点发灰 你们知道吧 所以就让我整个上完妆之后 就是面色发灰发黄 用了一次之后 我就没有再用它了 眉笔的话 我挑了这三款来讲 从前来说一下 这个自然生气的这个 名创优品的眉笔 看看它长什么样子 千万不要买 就是你们说它是个眼线 焦鼻我都信 好深的这个颜色 就感觉自己像一个蜡笔小新 涂改了很多次 还是很浓那个眉毛 因为本身新手就不容易掌握力度 然后颜色又很深 就不行不行不行 这个是大创的眉笔 好像不到十块钱吧 淘宝随便搜拉伏眉笔就有 十元脸根 十元脸根 还送一个这样的小眉书 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画眉的一个颜色吧 这个是大创的眉笔 我觉得新手买的这种拉线眉笔就很好 还算了小笔刀 就算是新手你也画不成拉伏小新那个样子 然后快速的把眉毛画得赶紧来说下一个 然后到了我最爱的腮红部分 强烈推荐你们人手一拍 叫什么字形出来才15块钱 还有很多个颜色 这个买了之后实在是太香了 用它来当眼影都可以了 准压的也很实 上眼的这个显色度 不怕下重手 我觉得已经不用多讲什么吧 它就是很绝 施佩妮的修容本领 高光修容直接一步到位 之前有买过那种珠赖的修容盘 也很好用 但是我找不到我那一盘了 所以呢我又买了一个施佩妮的 这个高光色是一个香变筋 我选它是因为它有一个不少镜子 我觉得很方便 天光也很好看 眼影我之前买过珠赖的这一盘 我买的价格是23块一盘 所以它还推荐这个洛杉矶女孩的眼影盘 这个呢略微比它贵一丢丢 35块一盘 客人的话更推荐用这一盘 洛杉矶女孩的 就是我选的色号呢 不是很日常那种 因为当时我想出一个创意妆嘛 它的粉压的不是很实 这块都已经掉了 用一下这个粉色 这个日常的偏光用刷子上还可以 日常妆也能换出来 看一下洛杉矶女孩的这个线色 没有什么问题 洛杉体量也可以用这个亮粉来代替 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洛杉要求比较高 比如说我 就是想让它 不拎不拎的更闪的话 我买了几个洛杉的体量笔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维茲眼线胶笔 它是12块 这个10块 这个是20多块 因为我超爱这个橘朵的沃杉笔 所以我就想有没有能带替它的评价版呢 橘朵的沃杉笔 这个珠类我打开的时候是断的 你们知道吗 能看出来区别吗 这个是偏粉一点点 就是让它闪着它吸睛 这三款都没有橘朵的那种 波光灵灵的感觉吧 就是 真的很喜欢这个橘朵的体量 我能买到它断货 我想讲这五款眼线液笔 都是市面上很火的网红产品 最评价的应该就是这个 名创优品的眼线液笔 它虽然很细 它虽然很细 但它也是海棉头 这款颜色的话就是 如果你对眼线的要求没有很高 只是日常画眼线 不会画到下眼线 或者是下睫毛呀 我觉得它是完全够用的 画好一个眼线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没有办法画很细节的地方 然后就是优腻和橘朵的眼线 它已经没有用完 我感觉没有用很长时间 最多也就一个月 就已经不出水 所以我觉得它性价比不是很高 这两个呢是我最近用到的 画什么下眼线呀 下眼线呀 画睫毛呀 下睫毛呀什么的 完全没有问题 能用多久不能保证 有用完的小姐妹 也可以打在弹幕上面 给大家一个参考 我还有测评两款睫毛夹 这个是玛丽安的睫毛夹 是这样夹的 这个应该是它送的睫毛夹 就是均价呢 不会超过七八块钱吧 它是我用我最没用的睫毛夹 感觉它这里 不是很有弹性 它不能把我的睫毛夹很 卷很翘 就是它我觉得 加睫毛的时候 会有点弹性 现在睫毛都夹翘了 测评了这四款睫毛膏 用一家的粗管和细管的睫毛膏 朱蓝的睫毛膏和耳濮桃的睫毛膏 长得挺可爱的吧 它很细 就是它上睫毛之后很色 越涂越色就是很不好上手 对这个睫毛膏很失望 千万别买 风很大了 我觉得还有这个耳目桃的睫毛膏 它里面也是这样 它跟这个朱蓝的睫毛膏差不是很多 可能被它墙那么一丢丢吧 YUNI的粗管睫毛膏和细管睫毛膏 我看它们是两个搭配 使用效果更好 继KISS ME之后 用到过最顺手的睫毛膏了 因为我还有用这个美宝莲的蓝胖子 我觉得它都没有这个YUNI的好用 先用它的这个细管 就是那种比较日常的睫毛 就是它粗管刷口也没有很大 它可以把睫毛刷得更浓密一些 还是看你们的趣事 但是我自己的话肯定会选这个粗管 缺点呢就是它没有特别的持久 可能到晚上八九点它就会塌下来 眼妆结束之后是唇釉 它应该是最便宜的 我记得不到 颜色很亮很好看 持久多还行 它是一个活脂唇釉 很好看这个颜色上嘴之后很显白 这个颜色的黄皮都可以下一个 最后呢我差点忘了上去个散粉 这个也是15块钱 有一点泛白的润色感 对于那个上妆 上妆以后的效果呀 我觉得完全不输我那个NAS的定妆蜜粉的 主要是它评价又大了 好啦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咯 不要忘了给我一键三连好吗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